今個星期的精選新聞有 礦工新目標CMP170HX Elderley零售價曝光 3090死卡不關New World事 上星期BTC和ETH就先後回升到$50,000和$3,800的水平 令不少人擔心顯示卡的價錢又會否重拾上升軌 正當大家在憂慮礦工會否出來搶卡 最近NVIDIA就流出一款CMP170HX 便可能會成為他們的新目標 講到這款CMP170HX這麼吸引 原因是因為它挖ETH表現有164mhps 比當前CMP90HX或3080表現近一倍 而且功耗只有250V 即是用少電有更高效能 至於它會用上更高級別的GA100繪圖核心 特別之處是用了記憶體頻寬更高的HBM2E 8GB的記憶體 相比Empera A100加速卡 可能要過萬元美金 這張CMP170HX全民估計只需要2千至3千元美金 難怪消息一出就軍動擴工界 最近Intel Elderly的成績頻頻流出 每次都說得比當代Ryzen厲害 但究竟會賣多少錢 上星期Twitter有消息流出 歐洲網店Intel 12代CPU零售價 最高階的i9-12900K 售價由540-608歐元 平均價格為587.08歐元 設合大約$5421港幣 對比顯示的i9-11900K價錢 大約$4783港幣 至於大眾的i9-12900K 至於大眾的i5-12600KF 平均價格為$270歐元 設合大約$2502港幣 價錢計落和現在市價的i5-11600KF 相差$幾百左右 不過面對香港Intel 11代CPU都缺貨的環境 連11400都可以炒高到$1,900 到Intel 12代出到來 就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最後就跟進之前講過的 亞馬遜的MMORPG New World 搞到3090陣亡的事件 主要出事的品牌EVGA 最近公佈了原因 令到3090陣亡的原因 當然不關這Games 8月時他們曾經懷疑 和風扇控制器有關 甚至推出Frameware更新 EVGA嘗試修復問題 不過最新的原因 是與劣質的看折有關 廠方通過X光素描損壞的3090 發現供電附近的看折出問題 雖然EVGA沒有直接透露 有多少卡受影響 但估計受影響的批次 會是總銷售量不足1% 而他們較早前 已經對受影響的用戶提供換貨服務 如果大家曾經在亞馬遜買過EVGA3090 就記得留意一下 今星期的網上精選新聞 上星期我們發布了一條 兩款平價附帶VRM散熱設計的 240mmARO水冷比較影片 如果最近想出機出了ARO 記得按進去看 當然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到資訊登機 我們到資訊 MI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